好主播接人現在的位置就在宜蘭東山鄉的一間土基層餐廳 老闆提到說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聲音是少了非常多 就是因為呢這個海葵來西啊 所以很多的這個民宿呢都是出現了退訂潮 所以也連帶影響到周邊的一些餐廳 聲音也是有受到影響了 老闆也提到說其實裡頭大概是有20桌的數量 而且平時的假日呢都可以做到15桌以上 但是今天晚上呢卻是一個人都沒有 全部都已經被取消定位 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老闆幫我們講一下你們聲音 有沒有受到颱風的影響 當然有啊 今天是禮拜六啊 差不多幾乎都退光了啊 本來一概假日的話大概有八九成的生意啊 啊現在你看現在都沒有班座啊 是啊就是現況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遊客他們可能是因為民宿退訂不敢來嗎 那你們也有因為有進民宿民宿的生意怎麼樣 民宿的生意也是這兩天都退光了 就是本來是假日才有生意啊 現在又遇到颱風來 哎呦剛好又又又都沒了 而這間土基層呢它其實平常呢也是有在經營民宿的 那民宿都是得要靠假日的時候來來做這個生意 所以這一次颱風來襲呢是剛好遇到了五六日 讓這個生意呢也是完全都被退訂掉了 所以老闆也表示說這一次颱風來襲其實影響生意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氣象局也提醒了今天晚上呢這個颱風風勢呢會逐漸的增強 那明天這個暴風圈才會去接觸到陸地 所以明天的時候呢大台北地區還有宜花東的朋友呢都要去注意這個雨勢跟風勢可能會有明顯的增強 以上邱兆欣欣選鏡頭的詹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